我想整个中国社会这几年的主题就是共同富裕 我想中移动真的比大家散户来说 真是一个叫做共同富裕的主题来的 还有我觉得这一刻来说 我自己的中移动我都继续坐的 那我都没有买到的 因为我的平均价都 没计算随息我已经说五百一的了 其实还有你减了之前派息 你可能47的位置了 还有中移动都给了很多时间大家买的了 那我觉得现在呢 你说我完完全全一些货都没有的 那我觉得你都可以这些位置还是可以少注入的 或者甚至乎我已经之前买了货 但是我买不够的 那我觉得这些位置都可以加一些货 就是我觉得它在大约 就是可能真的80元那些位置之前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空间 第一样东西你中移动我们都说了 就是电商三宝来说 中移动它如果你看它资产负债表是最帥 就是现金流有强劲 那加上额率又高 它派息比率去到七成 那接下来它也有说了 就是它已经去到一个5G的收成期了 那我觉得是种种的情况之下 还有云计算方面呢 它一直在吃着 但当然728会好一些 中国电商会更加 如果大家看重云计算呢 是可以买一只728多一些 就是你中移动的话 它慢慢在吃着一些民企那些 就是比如特别是阿里巴巴那些云的业务 那我觉得这一样东西都是一些 它之后还有一个利好因素 那你还有一个 就是你高息之余 你的股值又这么便宜 那我觉得中移动都是继续坐下去 你刚刚说的长线你自己的目标是80元 就是如果同样都是长线投资者的话 可以在这些位置去加注 那但是短炒的朋友 是不是是时候吃股呢 因为14天RSI其实都上到80元了 这件事情就是开心的烦恼的 那我觉得就看大家自己 真的说真的那句看大家自己 因为中移动这一些 可能大家未必那么以一个图形的角度去买 就是去看的因为这一类的股份 其实它如果你看图的话 其实它都是挺稳步上升的 那当然了 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很短线 因为你今天你想一下 你今天高位去到47个 不是64.75元 其实今天它即日其实都回过去63元 63元以下的 那有些朋友如果真的很集中这两三元 那我觉得这些位置你吃一点点 带稳了它我觉得OK的 但是for一些中长线投资者呢 其实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些 我想这里都几多朋友是51元 即50元附近我想都几多人买了的 那你现在其实你都有整个风口的利润呢 那我觉得不妨就 就是赢的时候就大胆一些 就是就坐多一会儿 还有你就算你计算股值来说 它都不是真的贵的 那有时候就是我们没理由 每次捉到一些漂亮的股 而你又赢着钱 还有中移动呢 是一个挺适合 省户共同资予的股份 它真的容易坐的 就是说真的那句 你对比很多些股份 它一点都不错的 它真的慢慢升 接着又有横行 还有你又知道有九利息在那儿 那就是什么都是计算给你了 那它的数目它又简单 就是它又不负债的 现金流又是年年都是三千多亿了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利好的因素来的